那就是相機上面兩支平價版本的iPhone 13 mini跟iPhone 13 它們會改成對角線的排列 就是為了讓你的親朋好友看出你有買新手機 不要下班好嗎? 那這樣子排列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大家最常有的那顆廣角鏡頭 它的光圈要從F1.6變大成F1.5 還有它整體的鏡頭模組都變得比較大 它需要比較多的空間去排列嘛 而在旗艦版本的兩支iPhone 13 Pro跟iPhone 13 Pro Max 因為有著Lighter Scanner的關係 它們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相機功能 例如超光角、自動對焦、人像錄影、ProRes 還有全新的Sensorship、防手震 等等的規格來幫助你做更好的拍照跟錄影 嘿大家朋友我是阿康 終於我們終於是等到蘋果正式宣布發表會的日期 蘋果將會在台灣時間下個禮拜三9月15的凌晨1點 就是禮拜二跨到禮拜三的那個凌晨1點 將會舉行發表會的直播啦 那當然到時候蘋果在直播發表會的時候 我在我的YouTube我也會同步直播 我跟大家聊聊我自己的心得 所以如果到時候你是睡不著的人 就歡迎跟我一起報辦看直播吧 好啦那以這部影片來講 就是帶大家快速瀏覽一下 發表會大概會有哪些新產品 就是幫助以前沒有追各種報導消息的觀眾 一起趕上進度 了解一下未來可能會推出的新規格 讓你去想一下未來你可能要買哪些產品 所以如果你是過去都有追悟每部影片的觀眾 你應該就會知道我大概要跟大家聊什麼了 所以你是可以考慮跳過啦 不過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大家 你已經鎖定哪些產品是你發表會想要購買的囉 好啦那首先第一個當然就是萬眾矚目的iPhone 13全系列嘛 今年的iPhone 13真的算是蠻多噱頭的啦 而且大多的消息都流出來說 今年的iPhone 13它是不會有延期的喔 它在生產的管控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優秀 所以應該是確定不會像去年iPhone 12 可以分兩場又分兩批時間開賣喔 那以今天的iPhone 13來講呢 跟去年iPhone 12一樣都會出四支的尺寸 四支的型號 就從最小的iPhone 13 mini 中間的iPhone 13、iPhone 13 Pro 到最大支的iPhone 13 Pro Max 那以前三支iPhone 13 mini到iPhone 13 Pro 他們的電量整理都會比iPhone 12 mini、iPhone 12、iPhone 12 Pro 這三支還要多個10%左右 而最大支的iPhone 13 Pro Max 對比iPhone 12 Pro Max 則大了大概20%的電量 那在依照蘋果全新5nm Plus製程的A15晶片 幫你做續航的調校 所以我們渴望在iPhone 13四支全系列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比iPhone 12還要好 30%到40%的續航力啦 因此我去年在抱怨iPhone 12、iPhone 12 Pro 這兩支使用5G電量不太足夠的情況 應該是不會再發生在iPhone 13、iPhone 13 Pro上面的啦 就是說你不需要拿到最大支的iPhone 13 Pro Max 你搭載5G的情況 你應該都還是可以撐過一整天下來的使用喔 但是這裡可能會有一個變因 就是以旗艦版本的兩支iPhone 13 Pro 跟iPhone 13 Pro Max 他們應該是會有12S Promotion 還有Always On Display 所以顯示的螢幕是兩個功能的 雖然這兩個功能對於你生活的方便應用 還有你打遊戲的爽度 都有一個不錯的提升 但是也會造成額外的耗電嘛 所以到時候搭配5G真正的耗電情況會怎麼樣 屆時iPhone 13全部上市開賣的時候 我會全部四支都買來開箱 再實測給大家看看啦 再來就是相機上面兩支平價版本的iPhone 13 mini跟iPhone 13 他們會改成對角線的排列 就是為了讓你的親朋好友看出你有買新手機 不要下班好嗎 那這樣子排列的原因可能就是因為大家最常用的那顆廣角鏡頭 它的光圈要從F1.6變大成F1.5 還有它整體的鏡頭模組都變得比較大 它需要比較多的空間去排列嘛 而在旗艦版本的兩支iPhone 13 Pro跟iPhone 13 Pro Max 因為有著Lightout Scanner的關係他們可能還會有更多的相機功能 例如超廣角自動對焦 人像錄影 ProRes 還有全新的Sensorship防手震 等等的規格來幫助你做更好的拍照跟錄影 那再來起始和販售的容量 應該大家推測平價版本都跟過去一樣 就是64128跟256嘛 而旗艦版本的iPhone 13 Pro iPhone 13 Pro Max 他們有著不同的消息 有些消息傳出這兩支旗艦機種 他們現在今年是沒有256G這個容量的 就是從最初始的128R 直接給你跳到512 然後再給你跳到1T 或是說還是按照原本的容量128 256 512 然後再給你新增一個1T容量的選項 當然有一些消息說iPhone 13 Pro iPhone 13 Pro上面是沒有額外的新增容量的 就是按照原本的128 256 512 沒有外傳的1T選項 但是我個人認為應該是要1T容量這個選擇 因為你看iPhone 13 Pro這兩支旗艦版本 給你新增這麼多相機的規格 所以理論上就給你一個更大容量的選擇 因為我們在iPad Pro 2021 M1版本上面 也看到2T的容量了嘛 那目前傳出呢 全4支iPhone 13系列應該都會漲個50美元左右 你換算台幣大概就漲個2000塊啦 因為高通的X60 5G晶片 還有各種規格的升級 導致成本真的有所增加 不過以台灣的觀眾來講 大概就回到過去的35900 買一支iPhone 13 Pro的價格 雖然很多美女都跟你講 最貴可能會賣到6萬、7萬台幣這種價格 但是都是拿最高容量有出到1T的情況來講 所以只要你是一般人 你只買64、128、256這些容量 基本上你就可以參照 過去iPhone 12賣什麼價格 今年的iPhone 13就會賣什麼價格 並不會真的跑到6萬、7萬這種很貴的數字 好啦 那再來是Apple - 其實是以Apple Watch 7來講我一直都跟大家強調 應該今年沒有什麼太大的健康新功能推出啦 大多流出的新消息新功能呢 應該都是透過WatchOS就可以得到新功能 主要的變動就是那個外型跟螢幕尺寸的大小嘛 外型給你改成方形 然後螢幕尺寸小款的40升級到41 大款的44升級到45 然後這樣子一來可能你的電池就會變得比較大 續航也會有所提升嘛 基本上對於Apple Watch這個產品 蘋果發表會所流出的各種規格爆料消息大致上就這樣 不過目前最有變數的一個消息 就是說目前的Apple Watch已經遇到一些生產的狀況 它的出貨或者供貨量是有所影響的 要不就出貨後也讓下個月 或者一樣在9月開賣的時候那個供貨量變得很少 所以呢就拭目以待 蘋果在下個禮拜的發表會 為什麼發表Apple Watch 7的各種規格吧 反正這個iPhone 13我相信大家應該都還OK吧 再來就是AirPods 3這個產品啦 消息都一直流出呢 蘋果應該會在今年9月的發表會推出這個無線藍牙耳機 因為蘋果已經一年以上沒有推出AirPods這個系列的藍牙耳機了 如果你不要算這個很盤的AirPods Max的話 那消息傳出AirPods 3它會採用AirPods Pro那個外觀 然後讓你自行決定你要不要塞耳塞 讓它變成入耳式或者半入耳式 但是因為它價格賣得比較便宜 就是現在AirPods 2代5290這個售價嘛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是沒有降噪跟通透模式的 然後再來就是一些晶片的更新啊 然後就是大家最關注的 它到底會支援蘋果自家的Apple Music 全新無損保證音質編碼 希望蘋果真的不要再推出只有支援AAC編碼的耳機了啦 然後再來我們可能會有全新的iPad mini 6 或者評價版本的iPad 9 那以iPad mini 6來講呢 基本上就改比較小的邊框 然後給你改成Type Z的充電孔 再來就可能會有Touch ID電源鍵的設計 搭載晶片應該是A13或者A14啦 那消息也有傳出可能會搭載的就是跟iPhone 13一樣的A15晶片 但我認為應該是不太可能啦 畢竟連iPad Air這個產品都沒有用到最新的晶片 你直接把它用在iPad mini上面 算是對iPad Air的用戶不太尊重喔 當然如果蘋果願意給 結果價格沒有賣也比較貴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嘛 而且既然改成Type Z的充電孔 也就代表說iPad mini 6 它是有機會支援Apple Pencil第二代的喔 而以評價版本的iPad 9來講 基本上規格就是評價版本的規格啦 這個我在之前影片跟大家聊過了 那應該還是維持原本A12的晶片喔 基本上這個機種就讓你買來給你的父母啊 你的長輩來做追劇還有看股票的功能 所以它在規格上是不會給你太強的啦 那既然跟大家聊到很強悍的規格 我相信大家最期待的就是 搭載miniLED的高階版本的M1X MacBook Pro 14吋16吋啦 不過呢理論上這個產品喔 應該是不會在9月的發表會就釋出 因為消息的流傳說 蘋果今年應該不會只舉行一場發表會 因為去年蘋果舉行多場發表會的效果 他認為還不錯嘛 他就一樣會想要分多場來維持那個討人熱度喔 所以如果你本身你想要購買這些高階版本的 M1X MacBook Pro 14吋16吋 你就還是需要再等一下啦 希望蘋果是能夠早一點在10月的發表會啊 就可以把這個東西給推出 並不要拖到11月喔 因為我個人也是真的很期待這個M1X版本的 MacBook Pro 14吋16吋啦 所以呢我想問一下大家啦 上述聊到各種蘋果發表會的產品 你最想要購買的是哪一項呢 是全新最尊絕不凡的iPhone 13 Pro Max 改方型外框的Apple 7 還是你想要收藏末代小手機的iPhone 13 mini 以及想要購買最強悍的M1X系的MacBook Pro呢 都歡迎在這下留言跟大家一起討論囉 那最後還是不要忘記對影片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的小鈴鐺才能收到未來工作開箱 以及新消息影片的上面通知囉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